大家好,我是瓦丽 本期来讲一下我们这款液压振动采摘机在作业角度的时候 一个注意的一个事项 首先呢,我们这款液压振动摇臂啊 它的振动,它的左右作业弧度还是很广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面向右侧这个角度 几乎可以实现120度,左侧也是同样的 但是呢,我们在作业的过程中呢 这个 摇杆一定,也就是振动大臂 一定要是处于水平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这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是不允许的 因为它的反作用力会很大 直接作用到摇杆上,而不是作用到树上 如果说我们的摇杆处于这个位置 那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的作用力依旧是作用到这个大臂上面去 而不是说你作用到树的上面去 然后只有实现这种水平的状态 才是最佳的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问到说 这个摇杆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来升高和降低 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些油缸 举升和降低来实现的 到时候我们会录一个动态的视频 来实现这个摇臂的升高和降 来让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就是我们关于本期的液压振动臂 在作业时候角度的注意事项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